大开国文 大家好 今天要稍微来猜一下会考的题 那我自己是认为 就猜题不是说一定要命中 最主要是在猜题的过程中 去厘一些思维 或者是去学习一下 所谓我们的组合 那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小雨 就发现说原来108年的统策的题目 那统策呢 它的题目分成 统策它的题目分成二季跟四季 的两种题型 那它大概都是在五月的时候考试 所以其实四月五月考试 它非常接近会考 就是说二季跟四季考完之后 那常常就是后面就接着会考 那我们发现了108年这一年 它的二季的考题里面有很多 其实就在跟你预示着 会考要考的考题 我们来看看好不好 这样子如果这个脉络有抓住 我觉得仪的这个方式猜题 应该会非常好玩哦 那现在我看的是108年 二季的试题 你看第九题 它说呢 从诞生的那一刻起死亡 我们就等着它 生命是由新到旧的一段过程 所以现在会考前呢 我都会让我的小朋友写 统策的考题 让国山的小朋友写写看统策的考题 然后太阳和月亮啊 山会崩海会哭啊 然后呢生老病死 不停的在大地上多着圈子 这是第九题哦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十一题 如果你觉得我带的速度太快啊 你就是听听就行了 如果觉得速度带的太快 你想看看那个考题 你就按一下暂停哦 人口结构快速转换的 集体长寿现象 这是古人在过去的时工中 难以想象的挑战 正是人类社会集体长寿 那我们要重新修正社会 面对老的架构 你看前面谈到一个生老病死 然后第十一题 接着就讲说 我们要怎么样调整 我们的社会角色 去适应这种集体长寿的现象 也就是我们说的高龄化的社会 好第十六题 他连C选项里面 你看看到题目回过头来找的时候 发现连C选项 他只是想考你错纵修辞法 那你想知道错纵修辞法的 可以到前面去找 我有拍了一个错纵的修辞法 那C选项 老有所忠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然后观寡孤独废极者 皆有所养 就是让老人啊 年轻人啊 可以互相去配合 你看正是到单选题的第十七题 他讲到祝贺长寿的长辈 前面四题已经扣得有够近的吧 都在讲高龄化 那下面这一题呢 月策三十七到三十九 他在考最主要在这里 学者提醒政府跟学界可以依乡政的中低收入户 老年人口 还有原住民及工农阶级人口来改善本土的社会脆弱性指标 我们有哪些脆弱性指标呢 好 再来哦 我们看到了第四十八题 第四十八题只想考你有没有冗词罪字 你看看 他的每个选项 甲乙丙丁都在讲 独居户就有一个独居老人 然后数位科技可以照顾独居老人 穿戴装置跟智慧扶具 然后呢 可以协助实现在宅照护 然后让离乡背景的青年可以依远距照顾家人 都在讲 结果你看这个108年 等到会考的时候 你看看会考的做问题 亲迎共居 亲就是青年 迎就是迎法族是长辈 那你看他这里给了你四个人的说法 他说我平常陪外婆看医生 知道年长者需要照顾 那跟陌生老人住会很不习惯吧 这陈同学他觉得他有可能不习惯 他给你这样的意见 再给你李小姐 可以用比较便宜的租金 入住又有人一起聊天 看电视蛮好的 然后这个郭妈妈是觉得 他就觉得有人可以教他新东西 然后呢 这个是周爷爷 他觉得他比较想去长青春 去跟同年龄的朋友住 比较自在 所以考题是 参考上述亲迎共居的事例 思考高龄化社会的相关议题 然后你对年轻人和迎法族的互动或模式 有什么期待 你看其实并没有非常难哦 你只要 哪怕你对这个方面没有研究 你看题目只要读仔细 你合情合理的去 写出你的期待 但是要合情理 怎么样容易合情理呢 就是你平常必须要 观察自己周遭 不要对一切漠然 你看 他说呢 利用你跟年长者的相处经验 你平常有好好跟年长者相处的小朋友 这题比较容易写好 而且 比较容易提出合情合理的期待 就会高分 可以吗 所以呢 在这样一个前题底下 我那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连结 我就哇 怎么那么靠近 所以我今年呢 就想试着 来拆题看看 那因为我不晓得 他到底会考二季还是四季 所以我二季跟四季各拆一题 那一题在今天礼拜五 给你试做看看 那当然啦 拆题就是有拆嘛 就是会中或不会中嘛 你不要想着拆题一定要拆中 重点是你要听听看 我们的思维 那待会呢 后面出的那一题 我会帮你们出一题考题来拆题 啊 你可以按暂停 你写完之后再来看看 那个考题怎么写会比较好 这样好吗 来我们来看看这是 今年刚考完的统策二季的考题 这一题呢 是说我们到底是在玩游戏呢 还是在背游戏玩呢 其实我刚看到这个文章 我来教书的第一届啊 有个叫冠疫的小朋友 冠疫有在看吗 好 冠疫的小朋友 然后呢 他到了二年级的时候 他忽然间跟我说了一句话 让我很感动 他忽然间开始成绩 在慢慢往上拉伸 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就说他玩游戏到后来 不知道他到底是在玩游戏 还是背游戏玩 那十几年前哦 那小朋友果然啊 一旦想通了之后 高中啊 大学啊 然后去了那个虎伪技术学院 就越读越好的书 然后生活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然后上大学之后 开始学钢琴 我觉得他把自己过得很棒 这个真的给我一个震撼 我看到这一题就被这一题给吸住了 然后他说呢 我们才能重新掌握生活的主导权 主导权 来看看第八题 他说呢 有时候一个人的流浪和放逐 更能够体验私我和自然的关系 所以呢 这可能跟网路 我觉得这跟网路 如果要这样来翻的话 我觉得他可能会拉一个是群 一个是私 私人的跟群体的 好 那再往下看哦 如果你想要看这个题目 你就可以按个暂点 或者是你就可以上网找同侧的题目 第十五题呢 他说下列选项何者最接近 使其人复之 就是一复重修那个成语 那我觉得使其人复之 复是教他扰乱他的意思 所以这个呢 也是跟群有关 环境 我觉得后来就营造成当环境 对人的影响 这样 我觉得有相关哦 我是把整份考题拿来看过了几次之后 把觉得比较不相关的都删掉 删到剩下 最后我觉得有共同主题了 然后再分判一下 看看哪一个主题比较像 所以我才会汲取出这几题 这个不是我随便看一下就乱选出来的 我看到好多次 我脑袋都快烧坏了 所以呢给大家参考一下 第十六题 现在十五 紧接着十六 答仲裁而不是自认者 是故主道立 则仲裁各得其所 所以我觉得这在讲 不能偏重单一人才 这个选项也有 要兼顾各类专长 我觉得这通常都在问你说 你想要能够掌控统育 需要什么能力 跟掌控环境 然后再面对群体跟个人的 怎么自处 我觉得这是同一个主题 因为其实我觉得晚一点 下礼拜一会发的那一部片子 四季的我觉得就是更明显一点 二季主题就没那么明显 那所以我就想到脑袋快要爆掉了 好二十题呢 他说呢 判断他总是穿着学校制服的问题 他说呢 人家不就把我当成跟他们同款的人 你看一样还是群集的问题 他有优越感这样 那二十一题呢 他就是取了那个灵文乐啊 他很喜欢就是美食作家嘛 他讲他做菜有扫性的问题 这个扫性 我们来看看这一题 他就是有提到说 有人举注犹豫 有人潜尝辙止 又是另外一种扫性 所以呢 美食跟健康之间呢 怎么取舍 这也是一种掌控 跟选取的概念 跟刚刚那个群集啊 统育力 我觉得概念有点接近 那下面这一题 竹子 他说呢 竹啊 是植物啊 对人有什么 对人来说有什么影响呢 然后仔细看一下 竹子不能自益 为人益之 一切都取决在人的心态 贤者不能自益 为用贤者益之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看得懂 这个东西 或这个人 是好东西 你要不要去 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一样有掌控啊 选取 统育 的概念 这样子 我觉得啊 这整个都在让你思考说 人要怎么样控制自己 才可以过得好 所以我就做了这样的猜题 那来看一下我猜的题目 好 我觉得呢 他极有可能考你两个考题 那通常我们都会说 半年之内的新闻或时事 半年内的新闻或者是时事 不会入题 因为他来不及设计跟检视题目 他来不及检视题目出的好不好 因为他题目出完 要送给人家写 写完之后回来改一改 他题目出完 要送给人家写 写完要收回来改 然后要再确认是高分的 语文能力强的同学 拿高分 语文能力比较低的同学 语文能力比较低的同学 拿低分 这其实都需要时间 所以基本上半年内的题材 新闻应该是不会入考题才对 那可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持续了一整年 我就觉得他极有可能会入考题 所以我觉得考题可能会给你两个格子 或两个概念 一个是讲说 在一整年的疫情里面 网路啊 帮助我们 逐渐实现实体课程 无法取代的优势 所以你好好用的时候 网路会变成注意 然后在这里呢 他讲说呢 孤独死的事情 他就说呢 网路使人们变得更冷漠 再加上在这个疫情期间 所以人际疏离更加严重 所以给你两面的说法 针对快速变动的这个 大大的冲击的疫情 然后你看 疫情就是社会的变动 在这个疫情之下呢 人们被迫自我隔离 于是呢 社会疏离也催生的估计 这次隐形病毒 以情绪困扰当养分 逐渐成长 足以世人的黑洞 网机网路对生活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哦 手机呢 更是深入大众的生活 面对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 这些新科技是 沟通讯息的利器 还是绑架生活的匪徒呢 请以生活的遥控器为题 有点想要模仿冰箱 这样的出出看 就是遥控器嘛 如果你觉得什么东西 是你遥控你生活 最好的利器呢 说明你在变动的社会中 掌控生活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你要谈谈看 你觉得有哪种能力 可以让你好好 好掌控好生活 好我到这边我就先不要遮住题目 你可以再多看两次题目 然后试着自己做做看大纲 或者是写一篇作文 那你就可以按暂停 待会我会讲解怎么样写 或哪些能力比较是好发挥的题材 这样好吗 好 好 暂停咯 好 那如果你写完了 或你稍微思考了一下 我们来稍微检查一下 最主要呢 像这样的题目你要读出呢 是这个瘟疫 人的社会啊 本来就一直在变动 那这个瘟疫呢 产生了一个剧烈的变动 就是比突然更突然 出来一个剧烈的变动 在这个剧烈的变动下呢 人势必要变化的更快 人势必要变化的更快 才能跟上这个变动 那在这个变动里面呢 刚好在这个网络的世代里面 一切都变得更快 资讯更快 资讯更多 流通讯息更快 那人要保有什么能力呢 你说自律 嗯 没有错哦 这个是很不错的答案 自己控制自己 好好使用网络 只用它的好的 不要让它不好的嘛 那你说反省可不可以 可以啊 好好反省嘛 那 比较普通一点的答案 可能你要学会沟通啊 然后你可能要学会观察 或者是调整啊 这些答案都是可以的哦 你只要能够好好的讲出一个 怎么样把人生 掌控的更好的能力就行 那我心目中 最理想的答案 应该是这个 义务 这我稍微跟 严谣老师稍微讨论过 是义务 然后呢 而不义于物 有点像前两年有一个学策的考题嘛 就是你到底是玩物养智 有没有 这是变形虫的题目嘛 你是玩物养智还是玩物丧志 就是你要透过这个 什么样的能力 才可以让自己在变动的社会里面 一直去抓到好的氛围 好的方法 对 不要过度的被绑住了 重点是你要能够义务 啊 我写错字 错了好离谱 对 这个义啊 指的是控制啊 奴役 控制操纵 义务 而不要被误 奴役了 好 那这是我给出一个大概的答案 你也可以参考看看 好吗 希望啊 这样的影片啊 这样的猜题的模式 可以让你稍微思考一下 然后简单的十几分钟 让你放松一下 然后稍微训练一下脑袋 这样好吗 好 那我 等一下会再拍 另外四季的猜题 然后四季 考底的猜题 那一样整理完 应该会在礼拜一播吧 那你有兴趣的 就要再来看哦 你就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是订阅 然后分享 好吗 晚安